大廚 華哥 平時跟我們一起拍攝的大廚 他們都會穿了公衣 為甚麼你今天這麼悠閒 因為我不是大廚 我是吃大廚做的東西的人 即是你是美食家 我不是這樣 是叫做美食愛好者 只能這樣說 那你從何時開始研究美食 家傳的 家傳? 對,家傳的 從我爺爺、外婆 就開始…很小 讀小學就是 就由你幾歲就開始自己會煮 對… 煮到現在已經幾十年了 怎樣?吃了幾十年… 純德菜其實是粗料精做 是 在一些很簡單的食材上 想辦法做得特別好吃 那今天有甚麼 是你們店的招牌菜 介紹給我們嗎 做到魚,純德人不做魚 不是純德人 過來純德就一定要吃魚 沒錯… 在選擇魚上 今天要選擇甚麼魚給我們做 我們選了一條海龍斑 是,就是我們面前的這條 不好意思 因為它一上水就躺下 所以你看到的是一條已經 我剖好醃好料的魚 好,那我們要怎樣處理它 用一個東南亞的元素 香茅來烤它 然後就… 但你也用一些東西來烤過 加了甚麼 不能說 但我聞到一個很濃的蒜香味 是的 這個是讓人看到的 但有些看不到的東西 不能說 好吧 那就唯有看它怎樣做 很簡單的 我們這道菜 一定要用家裡的技花味去做 盡可能簡單的 將這個… 是 讓它好好教教主 躺在這張香茅床上撕開 是